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显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1月21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走势的部分 在这一波大盘指数 已经从低档12629反弹了2000点之后 最近连续四个交易日 大盘都在半年线上下震荡 收盘指数今天开个小高盘上涨9点之后 又翻黑下跌个55点做收 连续四天都是碰到半年线之后 收盘呈现小跌的一个走势 那成交量呢 今天更是一口气 急缩到只有1770亿的一个低量 那量突然在这个跌机方出现了急缩 是不是代表反弹已经要结束了 还是这个大盘只是在做一个量缩洗盘 还有机会继续上涨吗 好针对大盘的部分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很关心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大盘走势的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先来看到这是在上个月底10月27号 指数那一个礼拜杀到最低12629的低点 全市场都看到台积电的连续下杀 指数也连续在破底的时候 县荣老师有没有再三提醒 指数的部分虽然在破底 但是台币已经连续两天直贬了 代表外资的提款压力 这边已经暂时告一个段落 加上指标在指数跌破前低的前框之下 没有破前低 你看到这里就交叉向上 出现一个低档背离的讯号出现 所以呢当时跟大家提醒 加上连线两年线乖离也高达3600点 台币连两天直贬 指标低档背离之后 技术面又有机会出现我们所说的 跌升反弹的走势又要出现了 那后来大盘稍微反弹来到13000 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我们也跟大家提醒 接下来观察只要多方攻击量 2000亿出来 那这波大盘指数就有机会 从当时13000左右继续往上 来挑战季线到半年线的一个目标 那结果讲完 那时候指数还在13000点附近 现在呢一口气 两个礼拜就让指数突破了季线 上个礼拜最高已经来到14669 半年线的目标也都已经顺利达正 当然党照这个地方 上礼拜开始提醒大家 这时候半年线的目标已经达正了 我们也不建议会员朋友急着说 这边再做追高 因为真正的操盘高手 低档1262913附近的时候 就知道大盘这地方反弹 会攻到半年线 何必在这个时候才追 低档就已经先买好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建议大家 停看听一下 那停看听一下 当然不是代表说这个行情就会回转 这个反转下跌 的确这两天大盘 有这个稍微拉回的走势 不过价跌量缩还算是个良性整理 那委员派大盘稍微拉回来 之前季线好突破之后观察一下 有没有机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支撑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去观察我们所说的 筹码留下跟美股的走势 那首先比较要小心的还是提醒大家 美股走势的部分 还记得上个月10月13号 那时候美国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率又高达8.2% 高于市场预期 本来是个利空数字 但是稻穷指数开低破底之后 翻红上来收高 拉了一根长红棒 当时我们提醒 这根长红在K线形态里面称为带量多头吞噬之 一阳吞三阴 这已经是一个K线形态当中的反转讯号 低档在转强了 加上白战指标在指数破了前低 指标没有破前低就交叉向上之下 也出现了低档的背离讯号 所以我们当时提醒过 美股的技术面已经出现转强讯号 可是当这波稻穷就从上次28660这根长红棒 低档转强讯号出现之后 一口气大涨了多少 涨了5300点 上个礼拜最高来到33987点的时候 公布了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7.7% 这次是低于市场预期 大家都解读为利多 上次利空见到低档 这时候利多大家是通膨在降温了 升息要进入尾声了 利空要出境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大盘反弹 但是先前季线两年线死亡交叉 因为乖离过大所以会反弹 但是现在反弹上来 也已经碰到这条两年线了 加上指数在过了前高之后 指标并没有过前高 你看一交叉向下 所以这边反而有高党背离的走势 所以就美股的技术面上来看 反而要小心这波反弹 真的可能接近尾声 包括非半指数 这几天上个礼拜走势非常强劲 但是也从2089反弹到上个礼拜 最高2848之后 消息传出来 巴菲特在投资台积电ADR K线形态反而出现个左缺 跳空上去 右口又跳空下来的孤岛夜星 指标也在高档出现交叉向下 所以这边非半指数的部分 也要小心 也有从高档反转的一个危机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行情 美股的部分会让台股这地方碰到半年线之后 接下来万一美股下跌 当然台股就有可能跟着拉回走低 那重点是拉回这个地方降降温之后呢 就观察筹码的流向 如果融资不要暴增 也不要说这个地方 这个台币出现转变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行情 接下来融资温和增加 或是甚至像现在维持低档 而一旦融卷又大幅度增加 那大盘拉回来 回测一下之前的向上缺口之后 仍然是有机会继续向上转空 那万一啦 除非出现我们所说的融资开始大幅度增加 而指数却涨不动了 台币开始又再度的转变了 那就要小心反弹 才有可能正式的告一个段落 目前来看 我认为大盘应该是碰到半年线之后 先做一个短线的拉回 然后呢 这个地方降降温 洗完盘之后 再继续往上攻击的机会会比较大 这一点先提醒大家 那为什么要这样提醒 这是其实做股票 你会看到 县荣老师从来不预设立场 不会像有一些喜欢放空的老师 从前年9000多一路空到18000 或是像许多只会做多的投顾老师 从18000天天叫大家买股票 买到12000还要再继续买 对不对 县荣老师从来不是预设立场 我们都是时时刻刻观察价量筹码结构 做好谋定后动的动作 那这样子做股票 你才能够避免永远都是靠感觉追高杀低 真正的操盘高手我也都再三定名 如果你不想要每次都是凭感觉 大涨的时候感觉会涨不停 才急急忙忙追高 大跌才会感觉斜个不停 急急忙忙杀低 总是不断的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最后受伤惨重 不想落入这种宿命的话 记得你要成为操盘高手 就是要学好技术分析 从指标抓转折 从筹码看人心 从价量去知未来 当然很多人说难就难在这里 就是看不懂筹码价量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走 所以都是凭感觉追高杀低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你会看到每天我们是怎样观察盘式结构 包括这地方指数年初的时候 突破了一万八 全市场都在喊一万九两万点 县荣老师已经观察 价量高档背离 指标高档背离 美股已经跌破了年限 资金行情开始在涨了二十一个月之后扭转了 所以当时预告台北股市将有中期回档的危机 帮很多投资朋友这一波 避开了这一波四五千点的下杀 那等到七月份跌了四千五百点 市场最恐慌 单日三千亿巨量暴跌四百八十二点 一个礼拜急杀千点 融资断头卖压涌现 散户在绝望抛售股票的时候 县荣老师跟大家提醒 如果你学过县荣老师的超盘级技术分析 你会在散户绝望抛售股票 指数杀到一万四的时候 看到大盘浮现了底部讯号 所以当时年限乖离又高达三千点之下 我们都预告 随时会有一波中期反弹 时间点也跟大家预告 就在七月中旬的台积电法说跟国安基金的立会前后 后来果然当时七月五号 七月中最低杀到一三九二八 就在台积电开完法说 就在国安基金一下子告诉大家 没有要互盘 一下子有法夹弯的宣布要开始互盘了 股市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七月中旬过后一波反弹 涨了一千五百点上去 但是等涨了一千五百点 大家觉得没事了 现隆老师提醒 小心时间结构 接下来又要轮到空翻空盘 也提醒台币汇率又扁破三十元大关 接下来外资会再度出走 台股反弹要结束 将要继续的震荡向下 所以你看到该提醒大家风险都有提醒 又再度帮助货员朋友 避开了这波大盘从一万五千四 杀到一万两千六又跌了两千八百点下来的一个风险 对不对 那直到跌到一二六二九 现隆老师才再度叮咛 注意指数的部分 这时候这地方在连续破底之后 又有技术面跌升反弹的机会 多方攻击量两千一出现 就有机会挑战季线半年线 所以你看到大盘今年的关键转折 是不是都在现隆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之中 重点 你要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就是这样 这地方懂得从指标抓转折 从筹码看人心 从价量看未来 你能够规划好未来的行情 自然就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的高手 成为赢家 这一点如果说投资朋友想学的 记得在我机品操盘团队的官网上面 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面课就有一个云端教室 提供了会员朋友七堂课的线上教学 教大家什么 你说你都不懂技术分析 我从最基础的道士理论 必学的基本功来帮你打好基础 六大门派 这个 K线 形态 波浪 指标 筹码 价量 有哪些优缺点 怎么去灵活运用 怎么去融会贯通 我们一个一个帮你把他打通任督二脉 打通任督二脉之后呢 就教你怎么样运用技术分析 像献荣老师这样 掌握到指数关键转折 如果你能够在今年知道18000 大盘的高档要中期回档了 7月份跌到14000 知道大盘有一个中期反弹 反弹了1500点 知道大盘反弹要结束 要小心了 等到12000 再来逢低布局 你是不是这个地方自然就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这绝对是投资币学的关节密码 那再来个股的部分 你要去利用技术分析 了解对手大户进出货手法 掌握股价 到底是强还是弱势股 重点是 你要会掌握转强讯号 才会买股票 更要转弱会转弱讯号 才更会卖股票 这个我们一步一步的都有在教大家 那这个不是要额外收会员朋友的钱 我再强调一次 每一个会员朋友只要是一年起以上 都会有个个人专属账号密码 都可以学到现龙老师这些线上技术分析的教学 七堂课的课程 我只希望会员朋友加入我们 不但是能够跟着现龙老师 一起掌握赚钱机会 更能够在现龙老师 分享过去20年来几年来的操盘心得之下 有朝一日大家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这就是现龙老师最大的心愿了 那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仍然不是预设立场 继续观察加量筹码结构 谋定活动 那重点对大资金 对波段的操作投资朋友 也再提醒大家一次 当上个礼拜 哇 指数涨了2000点 一堆投顾老师又教大家 赶快进场来抢反弹 然后都教大家怎么 跌升的股票就会反弹 所以跌的越深就叫你去抢 我建议投资朋友啦 如果你是要做波段 你就不要去抢跌升反弹 因为如果你是抱着跌升反弹的观念去抢 你去想一想 什么叫反弹 就代表他股价未来还会继续跌嘛 所以才叫反弹 那你觉得未来会继续跌 你这时候去抢他 万里 手脚慢一点 没跑掉 很容易又下杀的时候 不就又继续套牢在里面 越套越深吗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大资金波段的投资朋友 我们不是在抢反弹 那你说要做什么 对大资金波段的投资朋友 我都建议大家 你要去找到有机会创新高的潜力股 什么股票有机会创新高 一个原则 产业趋势决定股价方向 所以你要去找到产业趋势 向上 业绩 有成长动能 有竞争力的公司 那这股价自然就有机会 有实力创新高 当然你不要等创新高才知道 才去追呀 你要在低档 有大资金或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就去买好 所以如果要做波段 要买股票 我都建议 你要总的锁定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到有竞争力 真正业绩成长的公司 大户在进货 低档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先买好 自然就能够掌握到大波段的利润了 就像上一波 我们锁定半导体设备跟材料 受惠于半导体晶圆厂 在扩大资本支出的时候 我们说半导体设备跟材料厂 将成为最大受惠者 所以当时也发现了 4770商品 这档设备材料大厂 受惠于晶圆厂 资本支出大增之下 订单持续增加 业绩启动成长 动能创新高 股价在低档 也有法人在这里 左肩右肩 左肩底部右肩都打出来之后 法人在积极卡位 对不对 我们也建议会员朋友 买进跟波段持有 后来呢 后来这地方股价 你看到 大盘一个反弹 八月份涨了1500点上去 大盘是反弹 可是你看到股价 已经从低档 260元以下 一口气涨到最高396 创了历史新高 涨幅超过五成以上 那如果你当时360元以下马进 涨个五成 这才有大波段的利润啊 不是去抢个反弹而已 对不对 创新高上去 你低档就买好 卖个10张 360元跟着我卖出 对不对 有人获利百万 放进口袋了 啊不止上品 包括这一波 我们锁定未来5到10年 最有爆发力的电动车产业 当现在新能源车总量 已经突破1000万辆 当现在这地方 电动车的渗透率 跨过5% 要往50%来做迈进 进入到爆发性成长年代的时候 这地方车用电子 将成为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很多公司业绩启动成长动能之后 就有机会打败大盘去突破新高了 你看到包括我们这个地方 之前推荐4931的 电池大厂新胜利 不就是这地方 受惠于资料中心 还有电动车的需求大幅增加之下 接到了大订单之后 业绩启动的成长动能创新高 大户也在股价当时 拉回指数在破底的时候 再怎样 进货被我们发现了 这如果你学过现龙老师呢 操盘级技术分析 你也看得懂 那看到大户进货 第一档有转强讯号 当时我们建议会员票 38人以下买进 长线前例看好 对不对 上档就不设目标 结果后来大盘指数 一个反弹上来 他已经最高冲到多少 60块了 对不对 那当然单日周转率过高 一堆人在抢进的时候 我们也懂得见好就收 38人以下买进 58人以上 全数出勤 获利如大 20元的价差 百万额度 又是超过50%的获利 百万额这个地方 操作个50张 又是获利百万 放进口袋了 这地方 这种能够创新高的股票 你能够在低档掌握好 自然就有大波段的利润 那也包括这波的台达电 对不对 也是同样 电动车充电桩这些 测用产品进入起飞期 营收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之后 当时在股价的低档 发现有法人投信 积极在卡位 我们也建议会员朋友 那时候242以下 买进波段持有 最高 今天还有继续创下新高 297 你看到获利已经都超过50块 10张也都超过50几万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股票 你能够去掌握好 产业向上 业绩成长 有实力创新高的潜力股 这才能够掌握到 大波段的利润 那接下来 我们也开始这地方 继续观察 我们这个地方新锁定的 车用零组件 龙头大厂 包括电动车 自驾车 这些产品 都已经这地方开始供货 最新的电池管理系统 也接到了电池大厂的订单 开始供货之中 营收10月份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之后 法人也在积极卡位 我们也正在建议会员朋友 有拉回 逢低买进 拨断持有 如果之前错过了商品 错过了新胜利 错过了台达店的投资朋友 不想要在事后留下后悔 记得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不想事后留下后悔的 当下记得都要下定决心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今天跟着我们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就有机会享受快乐的果实 想要把我像商品 像台杂电 像新胜利 像拨断获利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广告时间拿出你的行动 来找我们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运达头部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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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 真心照顾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台北股市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仍然要时时刻刻观察我们所说的筹码流向跟美股的走势 那对大资金 当然做波段 现在就是要招产业向上 业绩有成长动能的公司 如果有低档布局机会 这样子来掌握波段利润 但是对小资组来讲 如果担心万一真的行情 这地方又反转向下 怎么办呢 那么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就是跟着我们采取 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 有赚钱机会 还是可以努力把握的 但是有赚没赚 盘后保持空手的时候 自然就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不用担心爆了满手股票 万一美股又反转真的中错下去 到时候手上股票又跳空大跌 直接受重伤 我们盘后空手自然就可以高枕无忧 仍然是对小资组来讲 最好的操作选择 当然我们也再三强调 做当冲 不是闭起眼睛 每天盲目在那里追高杀低 而是仔细的观察盘式结构 攻击盘 我们做短多先满 但是碰到整理盘 我们就采取短空先满的策略 并且在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但是无论如何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永远是操作的最高准则 就像今天大盘震荡整理 那我们锁定生计股当中 1795的美食这档个股 这两天有利多见报 说美食有五大利多 新耀这地方要带给我多大的获利 有大型的券商投股在喊买 那结果技术面 早盘开高出量拉高之后 看似大单敲紧吸引散速 抢劲追高完 又跌落了大单成本 这地方有大户 趁着利多见报 拉高出货急降 转弱讯号出现之下 我们建立会员票 采取这个短空先卖 那不过今天9点34分 当时技术面转弱讯号出来了 1795的美食 我们定价 191.5到192.5之间 先做卖出 那后来最高来到192 我们平均卖在191.5到192之间之后呢 一度有出量下杀下来 但是打到188 还来不及就获利回补 马上撑住又拉回来 这就出现我常说的 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厮杀 有人再出 但是杀下去 也有人再把它撑住 这种状况 下半场变数会比较大 我们就不跟他这个地方赌下半场了 我们操作的原则 先求稳再求胜 所以呢 当时市价又被拉回来 成本附近191.5 那我们191.5到192先卖的 我们就在成本附近买回来 明天再来找赚钱机会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操作原则就是这样 稳中求胜 而且是先求稳再求胜 而无论如何 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是当天带你出 那当然这地方 今天没赚没关系 怎么看准机会 上礼拜我们也同样操作升级股 4162的志勤 也是利多见报之下 发现大户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那天成功的卖在126127 通通卖得到 因为最高来到127.5 平均有卖在126.5 这个卖单成交之后 开始一连串的下沙翻黑 我们在这地方下沙翻黑的时候 建议会员朋友 126.5先卖 试价123.5买回 最低后来还达到122 至少就三块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十张 那天就可以加薪个三万块 赚起来啦 所以今天没有赚 没关系 先求稳再求胜 看准机会就像事情这样 三块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十张 一天就可以加薪三万 那不止智勤这样赚 有没有 上礼拜四操作48478的一个东哥游艇 也是利多建报之下 发现大户乘着利多建报 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我们短空先做卖出 成功的 这个地方卖在297.5的一个价位 这竞价297到298嘛 那最高就来到298 所以平均卖在297.5 打下来这地方 我们287.5顺利的买回 目标285后来也都有达证 你看到这样操作 一口气就是十块价差 百万额度操作个四张就好 一天就可以帮自己加薪个四万块 所以你看到我们操作就是这样 先求稳再求胜 有一律先收回资金 但刺激看对了 就像东哥这样十块价差 就像这个智勤价三块价差 一天加薪个三四万赚起来 那如果投资胖认同我们这样操作理念 更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钱没赚钱 你看到我们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缘分到了来找我们 小资组而言 现在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 依旧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当然如果大资金想做波段的 错过了之前的上品 这地方大涨五成 这个卖个十张 获利百万入贷的机会 错过了新生理 大张五成 卖个五十张 也是获利百万的机会 那这地方想要跟着我们这个 锁定最新黑马潜力股的投资朋友 也都欢迎 现在加入都还有这个地方 线上分析 线上教学的技术分析教学 要教大家 详细内容想要深入了解 广告休息时间 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